出场率几乎未拎的宠物呢 大部分人会想到莱希 其实错 14本的玩家呢 都在玩莱希 而16本的水母呢 几乎没人玩 除了一些部落战的情况下 像前阵子职业选手比赛的话呢 是水母搭配巨大火球 今天呢 我们也来试一下大守护者搭配了这个水母之后呢 我们的火球一般可以砸到正中间 如果说没有这个水母的话呢 一般都是砸那个编制重武器或者编制本来 我们这边切换一下工程机器 哎 哇靠 完了 哇 切个工程机器 不小心把这个兵种点下去了 那不管 我们的路线一定要继续照样进行 对 原本想切一个投石车 然后放在旁边去投 结果 哇靠 不小心点到了 原兵被吓了 没事 好 这边哈兰的这个踢掉 对 他戳得很快 你看 这边外面五个建筑直接省略掉 他直接就戳到里面防御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更容易死掉 所以说我们就带一个召回法术把他拉回来 对 因为我们后面需要他的天使跟这个泳王这个狂暴效果 好 这个戳掉来盖住 盖住 盖住 直接扎出去 预判他一手 来 直接召回 两个地震 这样的话呢 等一下搭配我们的监制足球本就可以爆了 我们的大部队呢 就不用进去 我们先用女王把外面收割掉 很好 很好 对 不着急 然后他里面等下留一个金库 让我们的足球引导进去就行了 对 女王这个手的话呢 他比较短 他是打不到那个小金库的 勇王的话呢 这边也跟上 然后这边开一个城墙 好 不着急 再开一个 好 从这边进去 两个气球打这边 好 这边断的差不多了 现在下这个足球应该是可以直接踹到大本营吧 来 来脚大力射门 好吧 嗯 好 这个本呢 就直接被弹掉了 对 虽然说可能这次技能浪费 反正 其实这把就是算是整活吧 送他一个援兵啊 送他一个盲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主打的是一个视觉效果吧 给你们展示一波尖刺足球啊 这种大力射门的感觉 其实我刚刚可以再整的更好看一点 就是把这个足球还是老样子踢这个金罐 然后踹进去 然后里面我把两发地震给省了 那九个建筑是不是可以被我这个足球给踹掉啊 对 哎呀 因为是第一次整这个尖刺足球加章鱼加火球 所以说 没太没太注意去研究应该要怎么整 下一次注意吧 反正就是让你们看的更爽一点 那么这一把的话呢 也是成功拿下三星 ok 如果说喜欢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